大家好,我今天想教你们怎么剪纸。 剪纸是一种手工艺术,不是把纸从地上给剪起来,是用一把剪刀去剪纸。 首先,我们得学一下剪纸的历史。 将近一千五百年以前,中国人们发明了剪纸。 你们知道为什么剪纸没有早一点发明吗? 因为一千九百年以前,中国人们发明了纸。 造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,后来人们才能发明剪纸。 中国人把剪纸做成了一种装饰,能代表中国的汉字或者时尔生肖。 现在中国人们过节的时候,或者要结婚的时候,就会用这些剪纸去装饰他们的家。 好了,我们开始剪纸了。 首先,你要买一些剪纸的材料。 一把刀,一支笔,和一张纸。 我们今天要剪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剪纸,一个可爱的熊猫。 首先,把纸对折,在一半上面画上一半的熊猫。 画完了以后,用你的剪刀把熊猫给剪下来。 剪完了以后,把纸给分开来,你就能够看见你的熊猫的剪纸。 我希望你们第一次剪纸会很顺利。 注意,要小心地剪,别剪到你的手指。 好,大家谢谢观看,再见!